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始节食 因为来到这个年尾 就要大吃大喝的这个时期了 对 那么今年的时间 过得特别快嘛 对不对 然后还过几天呢 我们就要庆祝圣诞节 然后我们就要庆祝我们的这些 农历新年 所以就是很多派对 对不对 是 可是很多人都说 这个其实减肥 减肥 这么减来减去 这个还是有这个脂肪肝的问题 到底这个脂肪肝 跟减肥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大主题 根据2014年 马来西亚肝脏协会的数据指出 高达60%的大马人 有患上脂肪肝的风险 当中受影响的年龄层 为40至50岁的成年人 而肥胖症是最普遍的致病因素 但不同类型的脂肪肝 也存在着不同的致病因素 究竟该如何去诊断 和分辨脂肪肝的病程 要是脂肪肝持续恶化 又会诱发您一些严重的并发症呢 今天就随着活力加油站 一起来了解脂肪肝的迷思 一起保护肝脏健康 预防患上脂肪肝 是的 一提到脂肪肝 可能很多人对这个脂肪肝 可以说是一种疾病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对它都有很多误区的 所以今天我们活力加油站就要好好地和大家聊一聊 到底什么是脂肪肝 那如果你患上了之后呢 那你应该又做些什么东西呢 是 我们马上欢迎今天的嘉宾 我们的廖洪瑞医生 廖医生 你好 你好 再次欢迎你来到活力加油站 谢谢 是 那我们这个脂肪肝 大家都晓得说这个脂肪肝 因为我第一次接触脂肪肝的时候是 传多跟我说 其实外表看不出一个人的脂肪到底OK不OK 正确吗 你说得很好 其实问题就是脂肪肝如果我们不厌血 我们不做扫描的话 很多时候都会被复裂 因为它是没有症状 它没有任何那个危险的迹象 但是它潜意识就在身体里面 慢慢地蔓延着 可是医生我自己要问一下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可能大马人的这个肥胖症 其实也是蛮高的 那么脂肪肝可能也是偏高吧 我相信 那如果在大马看的数据的话 又是如何呢 如果是我们观看马来西亚的数据 大概有23%的病人 或者是都会有这个脂肪肝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看了肥胖的群众的话 他们的那个比率就到了90% 会有那个脂肪肝 就是10个胖者里面 9个是有脂肪肝的 很不幸的 对 然后如果你是看那些 有糖尿病的病患的话呢 大概就是有50%都会有这个脂肪肝 好高喔 对 那主要原因都是因为呢 他们的那种能量储藏太多了 那这多出来的能量呢 就储藏在肝里面变成脂肪 然后脂肪肝长远下去呢 对肝不好 23%的人口 大概就是四分一的人口 都有脂肪肝 对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健康的肝和脂肪肝的 这个长相差好远 这个呢 相信平时那个家庭主妇们 有这个 你去买猪肝鸡肝的时候 你看过就是很新鲜的那种 可是这个脂肪肝 这个是多严重的脂肪肝 这个脂肪肝已经很严重了 已经很严重了 对 为什么这样子说 除了就是你可以看到 有那些橙黄色 橙黄色都是因为脂肪的关系 像这些一颗一颗的都是脂肪肝 这些已经是有硬化的迹象了 所以当你要干硬化的时候 它就会有这种 Nondularity我们叫做 就表层就开始有一点不均匀 OK 然后就有一点叫飘风 凹凸 凹凸对 凹凸的那种 所以这边的这个全卧黄色 都是脂肪 都是脂肪 然后这个是硬化 已经开始有硬化的迹象 看起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这已经蛮严重了 是 那Dr.我想问一下 那么其实脂肪肝 应该可以分类为很多种吧 是吧 脂肪肝基本上来讲 可以分成就酒精性脂肪肝 或者就是我们的那个 代谢性的那个脂肪肝 以前我们叫做非酒精性 不过现在已经换名字 叫做那个代谢性的脂肪肝 是 那所谓的酒精性的脂肪肝 那就是顾名思义 是他每天会喝酒 对 如果说说太多酒的话 他就会伤肝 然后这肝坏了之后呢 就变成是脂肪的累积 因为我们酒精 其实是属于高能量的食物 对 所以这多出来的能量 就变成脂肪 然后就储残肝里面 就会伤肝 那么代谢性的那个也是一样 如果是能量过度的话呢 他这能量就储残肝 变成脂肪 然后也是会伤肝 就是代谢性 所谓的代谢是他代谢不了是吗 代谢性就是我们通常指的 就是这些比如说糖尿病 血压高 胆固醇过高的病患 所以这些全都称为 那个代谢性的疾病 可是一些朋友可能 就是从小可能饮食还挺健康的 然后为什么又有脂肪肝的状况呢 这个脂肪肝呢 主要就是也有一些是基因的关系 如果是有... 先天性的 当然大部分呢 其实还是跟运动 还有饮食有关系 所以每天拿西勒玛 每天那些洛提扎 可能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高风险 然后我们说到高风险的这些人群 那刚刚教授也是有提到 比如说可能一些胆固醇过高的 就是会容易患上 那除了这些群体之外 还有其他的吗 血压高也是 然后当然如果是有心脏病啊 或者是有肾病的病人呢 他们的风险也会跟着提高 然后最主要呢还是肥胖 肥胖还有糖尿病 这是两个主导的原因 我这样子看起来 教授 好像全部都中耶 高血脂也有... 对 高血压 然后糖尿病 肥胖 全部都有脂肪肝的风险 但是不代表说他们有糖尿病 就一定有脂肪肝不是吧 大概有五十八仙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大概有五十八仙都会有 OK 然后像这些疾病的患者 用药呢 他们吃药的话也会影响 吃药的话要小心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每一种药物呢 都会有伤肝的那种风险 特别是没有经过诊断 或者是没有经过那个 实验的那些药物 像一些草药啦 草药或者是一些伺服 要小心的处理 伺服也算 会有 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就过量吃了 对不对 因为这些药物呢 都没有好好的那个临床试验 所以他们知道会有帮助身体 但是到底会不会伤肝 没有人去研究 不是说不可以吃 如果你要吃的话呢 最好是定期 定期检查 定期做那个肝的检验 那么就可以安全 可以安心的吃 OK 特这里刚刚有提到 就是不是提到 就看到胰岛素 抵抗问题的患者 所以这些呢 都是跟糖尿病有关系 因为糖尿病基本上来讲 可以分成两种 我们有type 1的病毒 或者是type 2的病毒 那type 2的病毒呢 就是跟我们的肥胖有关系 但是type 1呢 就是因为那种自身的那种 免疫系统有问题 而导致的那个糖尿病 好 那这边一个没有提到的 就是比如说B性肝炎 若是那些患了肝炎的朋友 会不会说跟脂肪肝 也有直接挂钩 那如果是有B性肝炎 再加上有那个脂肪肝的话 它的情况会更加恶化 刹长力更大 因为它对 因为它有两种问题而导致 所以它的刹长力会更大 就像你说讲 是 那刚刚我们提到的 看到的就是健康的肝嘛 然后就到脂肪肝 这个是比较严重的 重度的 那我也想问一下 如果你们去检测的话 是不是有轻度 重度等等 都有 那怎么去看呢 它的那个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活检 你抽那个肝的细胞出来化验 这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我们通常在临床很少这样做 为什么呢 因为它会有伤肝的风险 因为活检之后 它可能会流血 或者是可能会带来其他的并发症 所以在临床来讲 我们通常都不会 我们都会建议做扫描 或者是做Fibro scan之类的 都已经很足够的了 其实不需要到达那个活检 除非我们的导音不明朗 不凌朗 所以如果是有肝发炎 但是你还找不出原因的话 我们才做活检 OK 那这个检测部分我们稍后再请教医生 再更深入地讨论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立刻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很喜欢吃一些 可能动物类的一些肝脏嘛 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们在吃的时候 应该注意什么事项呢 立刻来看一下 使用禽畜肝脏注意事项 使用健康的禽畜肝脏 寻购禽畜肝脏时 必须注意原料是否符合安全卫生标准 应选择通过检验检疫的禽畜肝脏 病死或死因不明的禽畜肝脏 一律不能使用 建议到大型超市进行购买 或是选择由知名企业生产 及附有检验检疫标志的产品 此外必须选择健康的禽畜肝脏 外形需呈红褐色光滑 有光泽以及肉质柔嫩 烹煮熟透 烹煮肝脏前 需先把禽畜肝脏充分地清洗干净 清洗动作可重复几遍 烹调时切记操之过急 无论是熬汤还是爆炒 都要保证烹煮至熟透 建议烹煮至肝脏成完全的灰褐色 看不到血丝才好 以确保食用安全 半熟的肝脏可能还附有微生物的细菌 食用后会对健康鼓励 食用分量 虽然禽畜肝脏具有一定的营养价值 但也不能过量的食用 这是因为禽畜肝脏是生物体中 胆固醇合成的场所 其胆固醇含量通常是瘦肉的三至四倍 过量摄取可能会影响人体胆固醇正常的水平 因此一星期的摄取量不宜超过50克 同时相应地减少其他肉类的摄入量 即可满足身体对铁的元素 维生素A的需要 欢迎收看《火力加油站》 我们今天还是依然在探讨着有关肝脏 肝脏对这个人体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来的 那么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地保护它 在现场我们还是依然有我们的廖医师 廖医师 我想问一下 其实因为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说 可能有轻度 中度 然后有就是重度的 那么其实我们怎样去判断呢 有没有说巴仙率 它有它一定的巴仙率 但是这些都是通过活检之后 抽样本出来 然后在实验室里面观察 到底它的那个累积的那个脂肪有多少 那么如果是超过5%的话呢 那么就表示说你已经有脂肪肝的问题了 但是从5%到33%是属于轻度的那种脂肪肝 33%到66%它就属于中等性 那么超过那个66%呢 就是属于严重性的那种脂肪肝 所以这个跟年龄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没关系 这个是从那个活检看出来的 是的 明白 那么比如说好像这个脂肪肝 如果还是轻度或者是初期的话 有没有说它有特别的症状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很可惜的就是没有 所以很多时候呢 有轻微的脂肪肝呢 都不会有症状 所以一定要做定时的检查 就是验血呢就可以知道 那么当然要诊断的话 还是要靠那个扫描来诊断 所以你看完全是不可以在就是 可能在外观上看得出来的 可是如果那个人本人 会不会就说这里看得到 就是还有食欲不正 或者是可能腹部会疼痛是吧 这些是比较不明显的症状 所以你看疲倦呢 大家每个人都会有 然后食欲不整 都是一个很普遍的 可能是其他原因也不知道 但是如果是甚至到了严重的话 他严重发炎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有那个胆 黄胆病 对 黄胆病了 那个时候是比较严重了 所以轻微的话很可惜 都不会有症状 那如果是真的是严重了 那么明显的就可以看到 就是有黄胆病 那眼睛就会发黄 那除了这个症状之外 还有什么症状 那么如果是已经有 那个肝硬化的迹象 那么它还可能会有那个脚肿 腹部疼 就是腹部那个肿脏 或者是可能黄胆 然后腹部疼痛 这些都是已经很严重的 那个肝硬化的迹象 所以有这些人 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迹象 可能就要特别小心了 我们这里后面有一张图 就是有关于这个脂肪肝的 恶化的后果 那我们这里看到 正常的肝脏是这样的 可能Doctor来为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图片 为什么 这个就描述了整个脂肪肝 从正常的肝 到恶化之后的整个形成 所以这个是正常的肝 是很漂亮的 当它有脂肪肝的累积 就开始成黄色 那么严重的话 它就会开始肝发炎 当你肝发炎之后 就好像我们皮肤这样子 如果有伤口 它好的之后会怎么样 会有那个疤痕 所以这个疤痕就叫做纤维化了 纤维化如果没有再继续的治疗的话 让它继续的形成 它就会到了肝硬化 很不幸的 当你的肝已经硬化之后 肝癌的风险就显著提高了 这里就可能是比较难医治了 对不对 当然如果是早期的肝癌 机会还是很高 胜算还是很高 但是当然我们如果可以的话 从这个阶段开始 肝炎这个阶段开始 我们就避免了 我们就不要了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再蔓延下去 一旦来到了纤维肝 它的那个还原的机会 就很低了 就比较低 但是如果是肝炎的话 只要你好好运动 降低体重 你还是可以还原去 正常的那个肝 所以还是有得救 所以我们不要纤维化的肝 可是刚刚我们有提到 就是如果就是重度的话 可能你就会缓挡病 你会有在哪一个阶段 这个已经很不幸了 来到肝硬化的阶段了 如果要发现它的话 很迟 但是如果只是单纯的发炎 它还是一样会有黄胆病 所以黄胆病还是可以发生 在这个阶段 但是我们不要 因为当你来到这个阶段 你已经有黄胆病的话 它纤维化的机会 就已经很高了 因为你杀伤力越大的话 纤维化的机会就更高 当你纤维化的机会更高的时候 变成那个肝硬化的机会 就很高了 如果一般来说 一个正常的人 那比如说 他的饮食习惯不好 生活作息又并不是很好 他要来到肝硬化这个阶段 要费多长的时间 他是看你的肝炎 杀伤力多大 所以有一些病人 如果是他的肝炎很厉害的话 他可以在很短期里面 突然间来到肝硬化 这就好比我们讲 那个Panadol overdose 就是吃那个Panadol overdose 他也是会导致肝硬化 所以那种是很严重的肝炎 当然跟我们脂肪肝没有关系 但是我就是要让大家解释 如果你的肝炎很严重的话 那么整个行程就很快地 来到这个部位了 刚刚Dr.你有提到 如果比如说肝炎 你保护得很好的话 所谓的保护就是 它自己会还原还是什么 所以如果我们治疗正确的话 它的那个 只要我们的那个脂肪 降低了之后 它就不会再杀伤我们的那个肝 这种情况之下 它就会还原去正常 什么方法可以降低肝炎 就是可能运动 或者食物方面的调理 种种 其实这个方法很好 你看你可能就是不需要去 买很贵的药等等 就是你自己再努力一点 积极一点 可能就是选择在饮食上 就比较好一点的 然后做多一点运动的话 它就可以自己的还原 对 其实它是免费的 你不需要付任何钱 但是它唯一的困难就是 很多病人都觉得运动很艰难 运动很艰难 所以其实在脂肪肝 只要你可以降低你的体重10% 那么你的肝炎的情况就会好转 那么你肝就会还原了 所以只要降低10%就可以了 降低10%听到没有 其实真的是很简单 这只要积极一点就可以了 那刚刚doctor你有提到 一般上都是用这个抽血 对不对 抽血 然后去去化验 然后可能可以知道 是否得了是轻重还是重度的等等 重度的要活检 但是验血的话 可以知道我们的肝有没有发炎 所以它不能直接地衡量 我们的那个脂肪肝 但是验血可以告诉我们 到底有没有发炎 有没有发炎 那比如说真的是有了 要去做这个活检了 那么其实一般上会做些什么呢 通常我们会保留 就是活检是在那些导音不明朗 所以我们已经排除其他的病症 包括了那些B型肝炎 或者是其他那些 自然症状之类的 但是还是导音不明摆的话 我们都会建议活检 那么活检之后就可以知道 那个导致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验血是告诉我们 到底有没有发炎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对症下药 明白 那么这里超声波扫描 也是可以诊断出来的 对 所以如果你去做超音波扫描的话 你会看到你的肝就很亮 亮就表示说那个脂肪很多 那么同一个时候 验血就看有没有肝炎 是 那比如说做完了这些之后 那么刚刚所谓的这个活检 那一般上是怎么进行的 活检就是要进那个病房 就是要住院 然后医生通常会在 那个下午帮你检测 就是抽样本出来之后 观察一个晚上 然后隔天就可以让你回家 然后成绩大概是会 一个星期之后就会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 是什么导音 是 所以就是要放东西进去 然后去抽那个样本 没有 它是从我们的腹部那边 放一支针 通过那个扫描 超音波扫描 诊断到底要在哪一个部位 抽样本 然后就放一支针 下去抽样本出来 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 其实很简单的 都很简单 所以创伤力也非常的低 很低 很低 但是如果是没有必要的话 我们还是建议呢 就不需要活检 那比如说真的是很高的话 那医生一般上你们会对一些病人 你们的建议会做些什么呢 如果是已经确定了诊断呢 是因为脂肪肝的话 通常我们会在两种情况之下 第一 如果是有那个糖尿病的话 我们一定要把糖尿病的治疗好 所以那个糖尿病的控制 一定要在HbA1c呢 少过6.5% 那么如果呢 这个不是因为糖尿病而导致的话 那么我们如果是肥胖的病人呢 我们就会建议他要减肥了 所以减了10%的那个体重呢 你的那个发炎就会还原的机会就很高 明白 现在呢 现在如今呢 最探讨最难的呢 就是那些非肥胖的那种脂肪肝的病患 这种病患呢 通常呢 我们就要找其他药物 现在这个那个科学研究呢 我们知道维他命E 它可以帮助到 但是如果是属于女性的话 吃维他命E的那个补助呢 可以帮助到脂肪肝 但是男性很可惜的就是 吃了那个维他命E的病患呢 他会心脏病的机会提高 所以这种病患呢 我们就会开始 就是可能要观察先了 就不能过量了 对不对 可是我很想就是了解一下 为什么这个维生素E 它是可以帮助到呢 不过这种 它是antioxidant其实 antioxidant呢 会帮助那个降低呢 这个因为脂肪而导致的 那个radical oxygen呢 导致的杀伤力 所以这个是跟我们的antioxidant 有关系 是有关 所以可能也要吃多一点 有关的一些抗氧化的 一些食物了 对不对 其实没有帮助啊 都没有帮助 其实这个维他命E呢 要吃的话呢 它的毒素是蛮高的 我们通常建议是 800个国家的部份 是很高的毒素 所以通常呢 我们不建议呢 普通人自己买来吃 如果需要的话 通过你的医生 诊断了之后 才建议你吃 是 因为一般上的病人呢 可能呢 我就一般的了解 他们觉得 生病了我就吃药了 对不对 可是这个肝脏呢 其实有点不一样 要小心 因为我们知道 有很多那些药物呢 都会有伤肝的风险 所以如果你是本身呢 需要吃一些伺服 或者是一些药物的话 如果我们医学觉得 这个药物呢 对伤肝的机会很高的话 我们会建议 三个月之后 验一次血看看 所以定期检查 还是最重要 是 可是亚洲人群呢 是特别喜欢吃 我们的这些保健品的 到底有什么 可以建议一下 或者是应该怎么去 怎么说 拿捏呢 当然我们也不可以 一只猪肝打倒全部人 就是说 如果你是觉得 你需要吃这些保健产品 我不会避免你吃 我不会阻止你吃 但是呢 最主要还是要保肝 保肝的方式呢 就是要定期检查 然后吃了那个新的药物之后 可能三个月 做一个定时的 那个验血报告 那么看看到底 有没有伤肝 如果没有的话 再吃没办法 没有问题 是 因为也有人说 就是时常熬夜等等 也是很伤肝的 我认同 因为熬夜的话 在新陈代谢的那种 那个背负 其实是一定有的 然后如果你是讲到 有什么方式通过饮食可以保肝的吗 是有的 其实近期研究发觉到咖啡 咖啡可以保肝 所以如果你一天喝二到三杯的咖啡 那它统计学来讲 大概少了40%会有肝癌的风险 真的 那你有说怎样的咖啡吗 还是 没什么特别的咖啡 就是咖啡而已 就可以了 对 所以听到没有 你们就是给的建议就是 除了我们要时常做运动 饮食上要特别注意之外 然后时常去做这个体检 最后可能咖啡 现在就是有一些报告 已经验证了 验证是可以的 可是也不要喝太多 对不对 因为喝太多的咖啡的话 可能会脏气 瀑布那个胃酸的问题又来了 可能一说到运动 那我们来探讨一下 因为可能很多人说 做运动突然间 我相信可能就是 就是有肝脏问题的话 一般上可能比较年老了 那怎么去 要去建议他们做运动呢 可能他们体型又很肥胖 那怎么办呢 董哥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跟着 我们的现实生活而做定义吧 对不对 所以如果是真的是很难运动的病患 或者是老年人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好过没有了 我的见解通常是这样子 所以好像有一些时候 我们就讲 我们要定期做运动 但是如果你身体不能配合的话 我们就越做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如果是最好的方式 就是每一次运动 你的心跳超过150下 然后可以维持到 四五到二十分钟 一个星期可以三次 那已经是很好很好了 对 那就是提到这个运动呢 就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 特别的辛苦 要你跑就是十公里 三十公里那种的 对不对 不需要 不需要的 可能就是你做对了之后 你的这个身体的状况 就会好好的就是慢慢健康起来了 那么提到这肝脏呢 大家都知道排毒也非常重要的 那么其实呢 如果我们要排毒的话呢 有什么可以帮助一些排毒的茶呢 我们立刻来看一下 注排毒的茶 金银花茶 金银花又称忍冬花 花朵像个喇叭形状 初开花时呈现白色 过后逐渐转变成黄色 金银花具有清干明目 清热解毒 补血养血 加强防御机能等作用 适量饮用此茶 具有护干的保健功效 但切记 不适合长期饮用 驱寒体质 及月经期内也不可以饮用 避免出现不良反应 白菊花茶 白菊花高约25至80厘米 进步略带红色 花瓣全白 犹如白雪 散发淡淡清香味的白菊花茶 具有舒散风热 养肝护肝 清热解毒等功效 适合肝火旺盛者 虽说饮用白菊花茶 可达到良好的疗效 但对于脾胃虚寒者来说 建议避免饮用过量 红枣枸杞茶 红枣的干果表面 皱缩暗红 果肉柔软略带粘性 烧带糖香味甜 红枣搭配枸杞泡茶 具有健脾异味 补气养血等功效 只要善用红枣与枸杞 即可达到养生保健的功效 然而红枣和枸杞都属于热性中药 当身体出现热气上火症状时 尽量不要饮用 是的 脂肪肝的迷思大破解 马上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廖医生 廖医生 我们这边一位观众 他刚才有这个发简讯进来说 他个子很瘦 可是为什么会有脂肪肝 那我们这边第一个大迷思 就是这个瘦子难道就不会得到脂肪肝吗 这个是正确的吗 这是错误的 因为瘦子呢 如果是肌肉很多 就是内脏脂肪很多的话 它还是有它一定的风险 只要知道我们内脂肪的那个情分 就是你要看你的胸围 就不是你的腰围 这个腰围 你的腰围 如果是女生超过35cm 那么男性超过40cm的话 那么他的那个风险就比较高 40寸吧 40寸 对不起 40寸 40cm很小 40寸 女生是35寸 对 那么他的那个内脂肪的那个问题 就比较高 为什么是看腰围 不是看其他部分 因为我们的那个内脂肪 我们的内脂肪通常是属在我们的腹部 如果是你做CT scan 你就会看到它的厚度几多了 那这个内脏脂肪跟皮下脂肪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我们指的是这个内脏脂肪 我们指的是内脏脂肪 再一次女性是35寸 对 男性是40寸以上 所以通常如果你有这些内脏脂肪的话 那么你干那个脂肪的机会就高一点 是因为我们看到说这个瘦子会可能因为酒精 遗传的体质 不良饮食习惯 或者是一些疾病 都会导致它有这个脂肪肝 来 下一个迷思我们来看一下 小孩子也会患上脂肪肝吗 会啊 因为小孩子是主要现在 他们逆取食物的那个养分 特别的充足 所以就造成肥胖的机会就更加提高 那么最终还是还原去那个肥胖的关系 所以如果是有肥胖的话 那么它的那个脂肪肝的机会就提高了 对 而且我们看到说这个儿童年龄层 有普遍化的现象 现在儿童越来越多有脂肪肝是吗 对 OK 那代谢是最常见在儿童身上发生的 接着女性更容易患上脂肪肝吗 刚才上一个环节有跟Desmond提到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也正确也不正确 女性是在看什么年龄 如果是超过了那个更年期之后呢 少了那个磁性荷尔蒙的保护 那么这些女性呢 她们得到那个心脏病还有脂肪肝的机会就提高 更年期之前是女性比男性低 之前期 更年期之后是女性比男性来的高的 对 这个是因为荷尔蒙的关系 OK 好 来 下一道迷思 这个肝病患者感染新冠肺炎会更加的重症化吗 会有这样子的那个风险 然后从很多那个统计学的研究上看到呢 就是有那些脂肪肝的病人呢 如果已经有开始有肝炎的情况 当他们感染那个新冠病炎的时候呢 那个他的那个肝恶化的情况就更加加剧 更加严重了 OK 好 这是说如果是他已经是有脂肪肝的问题 对 他有脂肪肝 他已经有肝炎的话 那么他的风险会更加提高 其实也不是新冠肺炎啦 就是说他我换其他的这一个 一样的 对 肝病 他任何肝病呢 如果比如说我们讲B型肝也好了 所以如果他有那个B型肝炎 再加上他有脂肪肝的话 那么他肝恶化的程度会比较更快 更快 对 OK 好 还有另外一个迷思 很多朋友就问了说 你吃素不是很健康吗 为什么身体这么多状况 其实吃素的朋友脂肪肝就没有这个问题吗 这还是最主要就是要营养均衡 所以吃素要看你吃什么素 如果是单单出蔬菜的话那么还好 但是怕你们就是少了一些 人工加工的食品的话 那个千万就不好了 是 而且很多素食这个塑料 可能它这个盐分 糖分都特别的多 特别的油腻 我们看到那边是说 热常饮食中不摄取过多的糖分 盐分 油脂 那这边也顺道问一下 廖医生 我们现在现代人很多贪方便 会吃很多即食面 即食粥 饼干 这些东西的害处是什么 这些东西的害处是什么 这菩萨素它有加工 然后它不是最原始的那些营养 所以有时候在加工的东西 就可能会杀伤 对我们身体不遇 那再加上你的逆取营养可能会减少 所以还是自然的食物会比较好一点 最原始的这个食物 比如说豆腐 蔬菜 这些都是最好的 吃最原始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生糖指数高的食物 会导致脂肪肝吗 会啊 因为糖分如果太高的话呢 它的那个能量就是它的能量过剩 这能量过剩最处中在肝里面 变成脂肪肝 所以大家为什么我们这活力交代 常常强调说吃低生糖指数 Loggi的这个时候是最好的 好 另外一个下一个迷思来 节食减脂能够改善脂肪肝吗 没 错的是吧 这个是错的 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有时候呢 你节食太过紧密的话呢 你会导致营养不良 然后营养不良的话 它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所以还是要营养均衡 定时做运动才是最重要的 好 可是比如说健康 就是说改变你的饮食习惯 而慢慢瘦下来的这种节食是OK的 这样子是OK的 就是说你如果是已经很胖了 腰围肝超过三十五 超过四十 对 然后你是长期慢慢透过生活习惯 来改善的节食是OK的 对 那个是OK的 因为我们医学上我们知道 如果是太快的那个减肥的话呢 其实那肝也是一样会发炎的 所以东西还是要缓慢的慢慢的减 不要太快 可以喔 那么这位观众他问 这个手机尾号是0365 他问说脂肪肝会复发吗 如果是痊愈过后 如果是脂肪肝 你没有好好地再去调理 就是说你好了之后呢 你在你饮食方面又没有控制了 那么体重又增加了 当然他还会还原 又继续吸烟喝酒对不对 他还是会回来 OK好 那我另外一个问题是要自己自己下问这个廖医生的 就是说内脂肪肝 内脂肪肝 内脂肪肝就代表一定有脂肪肝吗 这个他有很大的牵连 因为我们在刚才我们讲的那些瘦身的 就是没有体重没有增加的 但是呢你可以发觉到他的内脂肪高的人呢 他们得到那个脂肪肝的机会还是有 但是呢少部分大概是5% 5%的群众如果是瘦身的话 但是呢他的那个内脂肪高的话 会有这个风险 有这个脂肪肝的风险 脂肪肝的问题 好那另外反过来问之说 脂肪肝的朋友内脂肪一定高吗 不一定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所以这个内脂肪 就是我可能有脂肪肝 可是我现在去检测我的内脂肪是低的 对 有这样子的可能性的 可是这个是另外一个病态是吗 对 这种呢是可能是基因的遗传关系 所以未必呢就是一定100%的牵连 OK 好那健康的内脂肪指数应该是什么 如果是内脂肪的指数少过15%呢 是属于正常 但是超过的话呢 它就提高就会有那个肝脂肪肝的风险 15个percent 15个percent OK 这个要去做检测 好 最后一道问题 我们这位观众 我们这个手机尾号 他说这个 手机号3370 他问说抽脂能够治疗脂肪肝吗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你抽脂的话 你只抽其他的那个visceral fat 但是你的肝里面的脂肪还是有的 最重要呢 你要降低肝的脂肪 就是要降低能量的逆取 然后同一个时候要运动 然后如果可以减肥那是最好 又是老话一句了 运动啦 吃得健康一点啦 不要吃太多人工加工的这些 对 如果是有糖尿病的话 要把糖尿病控制得好 那么你的那个机会 有这个肝脂肪的机会就很低啦 好的 非常感谢廖医生 谢谢廖医生 谢谢你们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先把时间交给Rick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有什么好消息 好消息 好消息啦 天大的好消息啦 那我们的好朋友啦 冬毅哲的阿哲呢 就向美心求婚成功啦 等一下呢 就会跟他来一个视讯连线 然后分享一下他的这个心情啦 那么再来呢 底下呢 也有这个五家会和泰坦呢 陈依依上来节目呢 宣传他的线上音乐会 再来呢 今天呢 这个大排球人的这个单元呢 我们准备了Dear Jane的一个总理报导哦 所以底下三点钟不见不散呀 谢谢你们 是的 那我们呢 先休息下 稍后回来的有营养师 叫我们说这个脂肪肝患者的 饮食护理要怎么做 不要走开 欢迎回来 是的 我们最后这个环节呢 要教大家如何地去健康饮食 来护理这个脂肪肝 对啦 那么如何健康饮食呢 当然今天我们要 就是找出或者是邀请到了 我们的Jessica老师 Jessica老师呢 也是呢 我们的这个营养师啊 是 来问一下Jessica 其实 Jessica 你好 因为马来西亚太多美食了啦 Jessica老师 那怎么办 我们应该如何健康地吃呢 其实 对 其实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了 有脂肪肝的患者 真的他们的饮食里面是 比较倾向于高热量 高饱和脂肪 高胆固醇 所以其实 脂肪肝患者在饮食上 我们会要鼓励他们 把这样子失衡的饮食 就是调整回来 明白 可是Jessica老师 因为有些人就说 其实我们也是 人类要吃一点好的脂肪 对 怎样分呢 什么又不饱和 又饱和脂肪 有什么反吃脂肪 可能Jessica老师 跟我们详细地讲一下好不好 好 说到脂肪 其实很多人会有一个误解 就觉得 我不可以吃饱和脂肪 动物脂肪不可以吃 是 其实健康的人是可以吃的 只是对于脂肪肝患者 因为他们身体里面的肝脏里面 脂肪已经很高了 所以我们会建议 他们饱和脂肪就少吃一些 这样对于反式脂肪的话 我就鼓励他们避免 不要碰会比较好 好 那一般什么食物 是高反式脂肪的 高反式脂肪的 比如说快餐 然后一些烘焙食物 蛋糕 或者是一些糖分 特别高的面包 还有一个要特别 跟大家强调的就是 当你烹调的温度 因为在高温烹调的状态下 破坏了那个油脂 油本身 它被破坏了之后 它就会产生反式脂肪 是 因为很多人 就是妈妈在家炒菜的时候 会有很多剩余的油 对 它可能就会第二天又再回国 又在第三天 所以这些可能就反复的 可能就是会造成了变成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反式脂肪了 对不对 是 通常我们不鼓励再重复使用 而且通常这些油 如果放太多天的话 它接触到空气 它会氧化 也是会坏掉的 好 好 那饱和脂肪又是什么食物中 会有饱和脂肪 饱和脂肪主要是从肉类 肥肉或者是牛油 比如讲说如果是从植物 只是其实植物也是有饱和脂肪的 比如说 椰油 棕榈油 它里面都有比较 跟其他植物相较起来 它有比较高的饱和脂肪成分 所以就 脂肪干的人少吃会比较好 这样听起来那些可口美味的食物 比如说那些的麻辣炸鸡 全部都是才是脂肪跟饱和脂肪 所以没有 你其实就是可以替换去不饱和脂肪 刚刚我看到 那不饱和脂肪一般上看起来 好像是很多是海鲜类的食物 是吗 老师 对 不饱和脂肪可以从海鲜 或者是鱼类摄取 当然除了鱼类还有一些坚果种子类 或者是植物油 也是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的 好 那我们看到说这个要减少精致 碳水化合物的这个食物 这个精致碳水化合物是 例如什么精致的这个白糖吗 或者是什么 面条 是是是有包括白糖还有面条 还有包括就是精致加工 就是精致是因为它精致加工 比如讲说白米饭 还有其中这些精致的也 也有包括烘焙食品 就是它用面粉 面粉 对 也是精致加工过的 然后还有一些高糖的饮料 当然因为这些都是精致加工 才能够制造出来的 是 然后在这里的话 就是胰岛素抵抗 然后造成了血糖不稳定 那可能老师详细来为我们解释一下 好不好 对 其实前面医生也是有提到 讲说大部分脂肪肝的人 他们都会有胰岛素抵抗的问题 对 所以就讲说 他的身体 他的细胞和他的肝细胞 对胰岛素不抵抗 因为胰岛素主要是帮我们调节血糖 所以当他的细胞已经没有办法 接收到这些胰岛素的讯息 他就没有办法把血里面的血糖调下来 这就是胰岛素抵抗 好 所以你看 不容易 是 那接下来这张图表呢 是我身边很多的一些医生朋友 营养师朋友都常常会强调的 我们请Jessica老师跟我们讲解一下 这个图表的比例是怎么回事 好 我们说到的餐盘比例 这个是我们一般上会鼓励大家用这样子 在你吃饭的时候 你就选择你的菜 然后你的菜 肉 饭的比例分量要多少 我们用这样子的比例 首先你的盘子分成一半 所以一半的分量是要蔬菜和水果 然后我的分量 建议大家就是一份就好 一份就是一杯的分量 比如讲说一粒苹果就是一杯 然后两粒苹果就是一杯 然后这样子 所以其他的部分都是以蔬菜来签补 还是蔬菜和水果的比例 还是蔬菜要占多一点比较好 是 然后这里就是四分之一的优质的蛋白质 是 优质蛋白质 比如说鱼类 其实鱼类有很丰富的蛋白质 然后还有瘦肉 还有如果是植物类获取蛋白质的话 可以从豆类 比如说硬水豆 黄豆 或者是黑豆 都有很丰富的蛋白质 然后这里圆形碳水化合物 也是四分之一的 是什么东西 是圆形碳水化合物是什么呢 老师 就是圆形是它原本的形状 就是圆形和精致相较之价的话 圆形它经过的加工会比较少 我给你举个例子 超米饭和白米饭 所以超米饭就是 属于圆形的碳水化合物 就是五股杂粮 是吗 就很简单 比如说你白米饭 你就不要选择去吃那个巨状饭 因为巨状饭就是准备过后了 对不对 也是用白米那边磨出来 老师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对不对 吃那个圆形的就可以了 其实巨状饭它 因为它是从白米来 我在这里的意思是讲说 骨类这样子说比较的话 就还有更圆形 就是吃糙米饭 对 如果是白米饭跟糙米饭之间 选择糙米饭 就糙米饭 对 你就不要去吃很多一些 就是经过很多加工的事情 是 那刚才大家看了这个比例图过后 相信都在抓头就说 这样到底是要吃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有一个护肝的食材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蔬菜 酸奶 为什么要喝酸奶 Jessica 其实大家会觉得 酸奶里面的粮菌 好像只是对肠胃很好 但其实这粮菌 对我们整体的健康都很棒的 它也能够有达到这个抗发炎的效果 因为脂肪肝患者 当脂肪肝它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是 会有抗发炎的现象 所以这样子肝患能够有抗发炎的效果 是 那山楂 那什么叫做山楂 一些传统老人家都说山楂是拿来 胃消化不良 对 胃脏器吃山楂 可这个跟肝什么关系 对 其实这个说法是比较属于偏中医的说法 但其实到了现代 有很多科学家他们会要去验证 到底在中医里面用这样子的传统的食物或食材 到底是不是真的对肝脏有益 所以有很多研究就发现山楂它是对肝脏有帮助的 它也是同样的能够减缓肝脏的发炎 然后同时它也能够帮助我们有去油降食的效果 这么好 真的很好 你看有一些就绿茶 枸杞 还有这个绿豆 柠檬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些就是我们要尝试 那么在今天就是老师除了这次我们访问之外 他个人也带了一个护肝的一些食谱给我们 好 那老师来教一下 可能今天晚上我要回去做一做 今天来补干一下 其实这个食谱有什么食材呢 对 这个食谱主要是有玉米 有绿豆 有番薯 有斑兰叶和枸杞 就是主要 对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这些有脂肪肝的人 你跟他讲说不要吃太多那些白米饭 尽量减少 然后他们会说 可是我不喜欢吃糙米饭 所以我们就想办法要把这些骨类 然后有营养的东西就产在一起煮 然后所以我们就把用玉米和绿豆加番薯 比如说一道粥 如果相较之下的话 你比起这一道粥的话 你吃白米饭的话 这一道粥会有更加多元的食材 然后还有更多的食材 所以你看得到它的制作方式也蛮简单的 老师 将玉米还有玉米和绿豆洗净之后 然后浸泡两个小时 主要就是因为一般上大家都知道绿豆 其实如果要去煮的话要用长时间 对 可能浸泡之后就比较容易一点 然后全部东西放进锅里面给它滚煮 大概要煮多久呢 老师 滚煮大概是20到30分钟 那就可以吃了 多长吃这个粥呢 比如说如果现在我是有脂肪肝的朋友 我要多长吃这个东西 这个的话一个星期大约吃两到三次就行了 两到三次 那平时就要多吃刚才我们建议那些其他食材 对 你就不要以为就是那其他减速 就就可以吃炸鸡 其他的那种 所以其实就时不时吃类似这样的一个食物 也非常好 老师 我看起来有关的这些食材等等 其实也是蛮容易消化的 对不对 对 这些食材也是非常容易消化的 所以像其实一些脂肪肝患者 他们吃这一类的食物的话 就比较容易吸收得到这些营养 好的 那么今天晚上我真的是要吃一下 那么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控干一下 对 感谢Jessica 老师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我煮了一锅 然后带给你另外一锅 也好 控干一下 这个肝的功能非常地大 大家不要忽略这个肝排毒功能 对 那么除了肝脏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我们也要非常注意的 刚才讲到这个排毒 跟毒有关系的 对 这个就是消毒 其实消毒我们其实从新冠肺炎讲到今天 但是我们要真正有效的消毒 明天就要留意我们的活力加油站了 原来消毒有这么大的学问 是 好 那就锁定明天下午两点钟的 活力加油站了 嗯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科技懒人包 我是维斌 那这一集给大家介绍的是 另外一款的这个稳定器 Gimbal 这个是以滑动型 所以拍摄的这个画面效果呢 是有漂浮的感觉 这个就是它在这个储藏的时候 折叠过后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你要用的话呢 就要把它打开 先把这个按一按钮 这边两颗按钮 大力的按一下 它就可以松绑 松绑过后呢 这边也要调一调 它里面是一个滑动的这个轴 你看到它这个整个是滑动型 是松动的 那你这样子如果是电话要安装的话呢 这个有次的是往下 上面这个就往上 好 这样子安装上去 安装上去之后呢 你会发现到说 这个电话是低头的 往下看的 这个机充电之后呢 你只要启动一打开 你会发现到说 它自己就已经稳定了 那稳定之后 你这样子呢 就可以很自然地移动来拍摄 那你发现到说 你如何移动呢 它都很稳的 这样子拍的时候 你拍出来的效果 这个画面是整个是漂浮在滑行的 所以这个画面拍出来呢 是非常非常的顺滑的 那这一款的这个Gimbal的稳定器呢 它的好处是比如说你要拍一些很有动感 或者是拍一些Sports之类的画面 它出来的效果非常非常的棒 那当然这个呢 是没有办法给你安装其他额外的灯光啦 或者是收音的器材 所以有力也有必 总之间的感情 是非常之一的 我们在这里的感情 有机会 有机会 能不能够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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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